大家好,很多朋友都搞不清楚,水蒸蛋到底用凉水还是用热水,用多少水合适的? 接下来用简单的时间,为大家分享它的正确详细做法。 炖出来的鸡蛋羹,像嫩豆腐一样,新手一次成功,看一遍就会。 下面跟着视频,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 首先准备三个洗干净的鸡蛋,然后用一把勺子把蛋壳敲破一个洞,敲破之后再把蛋壳取下来,能倒出鸡蛋液就可以。 然后把鸡蛋倒在一个干净的大碗中,另外两个也打进来,要像鸡蛋蒸出来口感好,我们首选这种新鲜的鸡蛋。 这里一定要把鸡蛋多搅一会儿,搅均匀,这样蒸出来的鸡蛋羹才不会起块。 要是家里有打蛋器,可以用打蛋器来帮忙。 最后把它搅拌成,用筷子调起来,没有凝固的鸡蛋就可以了。 很多朋友在这一步,不知道加多少水合适,到底是加凉水还是加开水。 那我们就用半个鸡蛋壳以标准。 三个鸡蛋,加入6蛋壳,40-50度的温水。 鸡蛋和水的比例是1比1.5就可以了。 这时候先加入少许的盐入底味,同时蒸出来的鸡蛋羹更有弹性。 一丢丢的鸡精,再次用筷子把它搅均匀。 然后找一个漏勺,再过滤一点,过滤掉里面有嚼不碎的蛋清。 这样炖出来的鸡蛋羹更加的细腻。 再用勺子把上面的气泡给撇干净。 没有气泡,我们这样炖出来的鸡蛋羹,里面一点都没有空窝。 吃着口感比嫩嫩糊和鲜嫩。 然后把上面盖上一层,耐高温的保健膜。 然后用牙签在边缘扎几个小孔。 这样在蒸的时候有注意散气,还能够防止水蒸气滴落。 然后锅中加水烧开,放个鼻子。 把鸡蛋液端进来。 蒸鸡蛋羹,一定要开水上锅蒸。 冷水上锅蒸的话,那样温度不均匀。 锅内受热不均匀的话,蒸出来的鸡蛋羹, 口感会老。 然后盖上盖子,水烧至大开,改为小火。 蒸15分钟就好了。 时间到了之后,咱们就焖了两分钟,打开看一下。 用个夹子把它取出来。 放到案板上。 看一下,这样蒸出来的鸡蛋羹,表面非常的嫩滑。 用一把小刀,竖划几下。 然后再横划几下。 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。 可以跟着自己的口味,放入少许的蒸鸡汁油,或者是生抽。 放入少许的香油。 大家看一下,非常的水嫩。 上面撒入迷紧的小葱花来点水。 蒸出来的鸡蛋羹,像嫩豆腐一样。 一道非常好吃的水蒸蛋就做好了。 切记,蒸鸡蛋羹的时候,千万不要用凉水。 因为凉水里面空气多,水烧开后,空气就会慢慢的排不出来。 那样蒸好,里面就会形成蜂窝。 所以最好用40至50度左右的温水。 这样蒸出来的鸡蛋羹,才不会有蜂窝。 喜欢的朋友,赶紧收藏起来,有时间做给家人尝尝吧。 好了,今天为大家分享水蒸蛋的方法和技巧就到这里。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得不错,请点赞收藏,转发评论,支持一下吧。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